9月23日,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历史一年筹建的中韩城市馆举行开馆仪式。 馆内设置的17个韩国城市馆以及国际商品展销馆、跨境商品数字化服务中心等功能区集中亮相。 未来,中韩城市馆将着力打造成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、进口商品集散中心和跨境电商孵化基地。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是2020年4月21号经中国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级示范区。 该示范区强化改革引领、创新驱动,致力于加强中韩两国经贸合作,辐射带动东北亚地区乃至国际合作。 中韩城市馆是全方位展示韩国全境城市、政治、生态、产业、科技、人文等超大型综合体, 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,建筑面积13.5万平方米。 馆内设有17个韩国城市馆,以及国际商品展销馆、跨境商品数字化服务中心、 全球企业馆、商务会务中心等功能区,将定期举办中韩主题播浪会、 产业发展论坛、文化艺术展演和学术交流等活动。 记者了解到,中韩城市馆将发挥韩国企业在技术、品牌等方面的优势, 对接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,通过网络直播、红人带货、展销结合等新经济、新模式, 为拥有先进技术、优质商品的韩国中小企业,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, 加快推动韩国中小企业落地产业园区发展壮大。 入住中韩市场区是为了营销,为了营销我们韩国的优秀的中小企业, 他们的优秀的产品,我们觉得中韩市场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,对他们来说。 我们会继续引进新的产品以及新的公司, 让这些韩国的中小企业入住中国长春以及中国各地。 在入住中韩城市馆企业工作的崔英兰也向记者表示, 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内,可以享受多项政策扶持, 也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。 一个厂房,然后我们的话就是明年六月份的话会在这里做量产, 就是做这个OCA这个材料的研发制造与这个销售这方面嘛。 中韩城市馆开馆后,将迎接民众参与中韩美食街、 中韩特色集市等系列活动。